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大家好 请看感应篇第十二句 《月会之日,噪声夜然》 这八个字就是一段 这篇文字 一开始就给我们说明夜莺古报的原理 借着就给我们说这些四十真相 众善因一定得伤口 造物因决定免不了窝宝 那么再紧接着呢 就是天地归神的检查 这一桩事情 古人呢 多半能够相信 而现代人认为这是迷信 把这一桩事情通通都疏忽掉了 所以才会感应的 巨大的灾祸 有很多人认为 有许多是自然的灾害 不是认为的 这种想法 这种想法 说法 决定是错误的 他不知道 虚空 法界 一切众生 跟我们自己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所以我们齐心动念 跟虚空 法界 一切众生 都息息相关 都是关联的 这个道理 佛经论里面讲的多 我讲的详细 如果我们不能够深入紧张 比于这些离四 就很难体会得到 再是随顺自己的烦恼吸气 自然就造很重的恶业 造这些恶业 自己不知道啊 自己如果知道自己在造业 这个人就开悟了 佛家讲觉悟了 觉悟就能回头啊 觉悟就能得救啊 所以回头五十万 就能够超越一切灾难 就能够脱离六到十法界 他就做佛做菩萨去了 可是这种更新的人 在世间 真正是凤毛邻居啊 亿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个人 佛在经上讲的这个人是过去身中 无量借来的善根佛的英明成熟了 才会有这个现象 才会有这个现象 大多数人不觉 所以佛菩萨对于这些人并不舍弃 这些人并不舍弃 慈悲到了极处 依旧视线在众生界 在六到 以种种方便 启发众生的决心 一时一生做不到 可以用多生多解 我们今天在这一生当中 能够醒悟 又豪尝不思佛菩萨多生多解的启示 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啊 这真说明了 佛师门中不是一人 可是 在我们没有领悟之前 没有回头之前 苦海茫茫啊 夜暴不可思议 又谁知道了 眼前我们也看到很大的灾难 这些灾难 这些灾难 从哪里来的 业力造成的 谁的业力 真正欺辱佛法的人知道 自己的业力 为什么众生不能向善 我们再把范围缩小 为什么我们自己的同修 不能好好的修行 不能够如理如法的修行 我自己 我自己没做好好 我不是一个好样子 责任我要承担 不能够推卸给别人 自己一定要做一个很好的榜样 就是自度度他 确实做很好的榜样了 这个众生还不能够感悟 那是他的业障神兆 我们还继续不断努力帮助他 就像经上讲的 用种种方便 长时间的帮助他 总有一天他明白了 他回头了 那我们的教化的功德 是有结果的 决定不是白费 感应篇在这个里面 讲这些鬼神 见察人间 说了三段 第一段讲天神 第二段讲三世神 三世神是我们佛门讲的世神 神世世神 今天我们看两句造神 造神是建察一个人家的家庭 建察一个家庭 前面讲的天神 三世神 是检查我们个人 这个是检查家庭 你这一家 行善行无 他都清楚了 在中国过去民间 每一家都供养造神了 年岁大一点的人 这个记忆 应该很深刻 在过去 中国一般家庭 厨房里面都烧灶 不是像现代化 用电器 烧灶 建造的时候 就给造神留了一个位置 留个小龛 里面供养造神 造神龛的旁边还有一幅对立 我还记得 上年叫上天做好事 下年是下地保平安 那么习俗 是那月二十四 造神升天了 去报告你这一家人 这一年所造的善悟 现在人说这个是迷信的 每一家也不供造神 不供造神 造神还管不管你家里呢 依旧照管 绝对不是说你不供了 他就不管了 他照管了 随从天地贵神的见察 我们了解一个四世真相 几些母或父都有预兆 有预警 预先来警告你 这个预警在我们现前环境里面太多太多了 只要你头脑冷静 细心观察 几乎我们六根所接触的 无疑不失预警 这个预警很不好 很不利 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做一个大转变 我26岁接触到佛法 那个时候我感觉的已经太晚太晚了 我一接触佛法 张家大使就把这些事情交给我 我能相信 我能接受 我能够依旧奉献 老师的教诲句句句都是真实的 所以我感恩 一辈子生活在感恩之中 我帮助别人 我教导别人 也是过去老师教我这种心态 真诚清净平等 没有分别 对世间一切人事无没有需求 尤其现在年岁大了晚年了 还有什么放不下的 还有什么放不下的 要一找夜报 我早就走了 离开这个世界了 离开这个世界了 那样子 你应该有所启示 我这一生没有寿命 没有佛报 在佛法里面讲的 前世大概是修慧不修福 幸亏有一点智慧 给众生呢 寄了一些善愿 所以遇到都是很好的善知识 本身就有一个条件 我跟诸位也讲过好多遍 好舍 我肯舍 欢喜清净善知识 欢喜读善书 这个是我本身具备具足的条件 我有佛报 现在大家看到 我有点佛报 上个月 玉民法师到这来看我 那个法师会算命 他给我算了 他说法师啊 你走老运了 你现在兴祥四成啊 做什么都顺利 都成就啊 受命也延长了 都没求啊 我没求福 也没求受 往年 李宾南老教师在台中讲经教学 看到学生当中 有命波的人 短命的人 没有福的人 李老师特别劝导他们 发心红发力生 老师说 红发力生是世间第一大福啊 我也是他劝导我 我才走上这条路啊 真有效果 真有效果 但是 一定要身心世界一切方向 发心 为佛菩萨工作 为一切众生佛物 一切众生有福 佛菩萨 佛菩萨需要你佛物 自然得到祝福 呼念 天龙善神 勇佛 你不要去找他 他自然就来了 绝不要自己用心机 要想做什么做什么 那就错了 那就决定造业了 造业 是减损自己的福报 这是说你过去身中修集的福报 都减损了 了凡思讯感应篇里面 说这么多话 实在讲 只是说一桩思讯 一银一珠莫非前定 那都是你自己定的 说明事处事罚 就是一个大的英年国报 你明白这个道理 你种善因 存好心 说好话 行好事做好人 你的国报就殊胜了 说佛 佛就是我们的典型 佛就是我们的模范 佛的心清净平等真诚 佛对于一切众生 人 慈悲爱护 照顾无为不至 真诚 真诚恭敬 对人对死对我 我们要细心观察 要知道怎样去学习 佛不但是严教 佛有身教 佛教给我们都是尽善尽美 所以 欺入佛的境界 我们的活动空间就大了 活动空间是静虚空变法界 你所想的 所考量的 绝对不是一个小圈圈 绝对不是一个世界 而是无量无边 祝佛刹土 这个胸襟多大 正所谓是量大佛大 所以佛的佛会圆满 没有不能够包容的 我们今天说一个道场 几个出家人住在一起 彼此互相不能够相容 他还有什么佛报 他那个佛报可怜了太小了 想尽量 三土去了 这些似礼仪的真相 我们不能不清楚 不能不明了 造神真有 绝不是家有 不但造神 这一个家庭里面 鬼神很多 门有门神 住要是念了礼祭 你就晓得 原来是每一个房间 每一个角落里头 都住的有鬼神 我们起心动念所作所为 人没有看见 人没有看见 鬼神看得很清楚 明朝 这一篇文字 是他的同乡 记录的 全都是事实 这一篇文字 复印在了凡视讯里后 我们过去曾经 我们过去曾经 讲过一遍 也讲得很详细 可以做参考 遥造神 遥造神不值余金毅一个人啊 我们在古时候 古人的笔记里面 看到很多 他这一篇写得最详细 写得最精彩 一篇写得最详细 印光发丝 把他流通啊 读书人 修行人 往往自己以为 很善良 别人看起来 你也很不错 每一天 都是做些善事 说好话 行善事 余金毅早年 一佛如是 但是一生贫穷潦倒 自己以为自己都行善 没有做过什么 我 老天爷 这个国报不公平 造神很慈悲 造神知道他是个多数人 电话他 他能接受 他能反省 这在实现 告诉他 你的行为 你的行为好像是善 你的念头太握了 义握 你自己不能够反省了 因为你念头握 义握 你所行的善都不是实在 都不是真的 所以天地鬼神见差 你从年初一到那月三十 没有一桩是真的善事 全是敷衍 假的 做样子给人家看的 假善 不是真善 造神给他这一点 他恍然大悟 他才真正晓得 人 造作物业不怕 怕的是不能回头 怕的是不能觉悟 肯回头肯觉悟都有救 过人如实 家庭也如实 社会 国家 世界 都是一个道理 那么现在劫难现行 大家都知道 劫难有没有有救 决定有救 从哪里救起 从人心救起 从自己心里面救起 自己的心 必须要做一个大转变 断悟修善 破灭开悟 就得救 希望我们大家要认真 要努力 要改过自信 不但自己得度 也帮助了别人 这个才是莫大功德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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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捡究了 不在火上 如果那是小鸟 或者能够你 在家庭不着 又再帮你 在家庭不着 Zither Harp Zither Harp